宝岛爱动宝 动宝在宝岛 动宝大小事 简于燕 黄庆荣医师主持 欢迎收听动宝大小事 我是于燕 我是黄庆荣 大家新年好 平安快乐 然后大赚钱 把把自摸 但是听说 现在最好不要去打麻将 对不对 对最好不要群聚 所以也不要赌博 但是还是祝福各位 柴员滚滚 我小时候过年一定要打 什么减红点那一类 扑克台接龙的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玩了 可惜现在 我都没有 我都那个 那个也是很好玩 我们今天的贵宾是 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 执行长江仪如 江执行长 执行长您好 大家好 新年快乐 狗狗都很快乐吧 狗狗不快乐 因为我一直说 我们过年最好不要放鞭炮 我和猫放鞭炮 都下了半死 第二个呢 我们的食物都很油 然后很多家里的狗 就吃到太油了 然后就闹未长眼 注意 大家要注意了 对对 但最近猴子快不快乐呢 这两天看到一则新闻 我一看到最想知道 执行长 还有黄医师的想法 因为猴姐竟然出店了 五则天 怎么说呢 因为这是日本高崎山区的 自然动物园的日本 迷猴保护区 这个保护区里面过去的猴王 一直都是 猴王嘛 对不对 不是猴后 对对 就一直是男生 所以我不知道说 高崎山区是母系社会 还公系社会 可是70年来竟然出了一只母猴 统领群雄 但是因为他陷入了三角链 就是小王现在吃定他了 小王会去偷吃 母猴王五则天的东西 所以接着很多人就说 在交配期之后 母猴王的地位恐怕不保 真的是这样子吗 黄医师怎么看呢 这个是生态学上 很自然的现象 谁的实力强 谁就可能统领这个族群 可是我真的记得 花果山福地水连洞洞天 我一直以为是公猴当头子 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但是因为公猴子 公猴子为什么要当王 就是因为他要争取掌握 那个繁衍族群的交配权 就是一个茶杯 一个茶壶要配很多茶壶 一个茶壶可以配很多茶杯 但是呢 现在那个茶杯突然间 水装不够的话 他就会去找别的茶壶 也就是说 好乱哦 这个公猴 统领的公猴 他年老体衰 那么自然第一个就是 猴犬里面的其他小 比较幼的公猴 会去挑战 挑战他的权威 第二个呢 就是 这只母的觉得说 哦 你没有办法满足我 所以我只好去找小王 那接着下来 因为他找小王 绝对不是乱找 他也会去看说 哪一个家伙 是不是实力比较强 或者是 那个实力比较强的 会压制别的 因为他要 他要把他的族群 他的后裔 翻延到整个 整个猴群里面 甚至包括 像那个黑猩猩 甚至包括 他发现说 这只母猴生下来的 母猿生下来的 这个小猿 不是他的后裔的话 他都想把他捏死 也会发生这种事 是的 不是会发生 而且是事实上发生 不是虎毒不食指吗 那是老虎 猴 他本身觉得说 我把我的 我的这个血脉 不在这里的话 哪一天这个就是 挑战我血脉 然后变成另外一个族群的 最大的威胁 所以趁小的时候 就甚至有些把他吃掉 咬死摔死之类的 是 所以猴戒也是非常精彩的 执行长怎么看呢 狗戒里面 每次当头的 公的多还是母的多 这个黄医师可能比较了解吧 但的确都会有一个所谓 我们叫pack leader 对 他就是带头的 但是应该母的 应该也是有吧 应该看那个族群的 我晓得说 我们家的母狗 就是我们村里面的老大 对 就是看他的那个族群的建构 或者是 对 通常狗的族群 大概是 大概是六七只左右 但是阳明山 我们就发现二十多只了 那领导者 男性跟女性差不多 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公狗 因为他体力强 然后外面有狗来的时候 狗很好玩 他率先带头出去打架 这个跟母狗 就是他常常要顾小 有没有关系 因为有一次我看 大安森林公园上面直播老鹰 从那个小蛋蛋 到什么时候 就是一直直播 好 那这个老鹰里面 每次母老鹰喂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老鼠肉 什么弄得细细的 撕下来喂小鸟 但是公老鹰呢 每次回来之后 他不会除 一大口塞进去 噎死你了 他把老鼠或松鼠 扎到这个小鸟的身上 他不会喂他 没有那个母的 他会回来再料理过 所以不知道 这跟众物天性 有没有差别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过最近的动保新闻 是真的还蛮有趣的 像农委会在春节之后 要成立宠物管理科 一年一亿三 所以这个说 什么是黑灰白名单 就这些农历联合成立了之后 不知道执行长 对于这个新闻是怎么看呢 他是参与者 我是就是还蛮支持的 对就是也很期待 这个科的成立 因为其实现在的宠物业 只有犬猫 算是特定宠物 所以只有犬猫的繁殖买卖 有受规范 有受管理 对所以呢 像是提到的黑灰名单 就是其实现在 台湾的宠物业的物种 实在是 五花八年 对上千种物种 就是任何的 就是好像任何的动物 都变成像是一种商业 你可以买到的 然后成为宠物的 这种现况我觉得是蛮荒谬的 因为有些动物是不适合被人类 所劝养或者是饲养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动宝团体也一直在推广的 就是说一定要建立一个黑灰名单 就是说什么可以养 什么是不应该去饲养的 我查一下 以后会是正面表裂还是负面表裂 当然我们是希望以正面表裂 就是哪一些物种你可以养 对那其他的 那怎么办呢 排除 蛇呢 对就是等着看 对就是要经过一些可能 研商讨论这样子的 但是像是新加坡就是这种做法 就以正面表裂的方式 问题是新加坡怎么那么小 那台湾也很小 有人说那个什么小的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他好好管 鼻屎大 是 是所以越小的国家越好管 那黄医师怎么看呢 所以这一表面 我基本上 我以前我就讲过了 我们应该把它分成第一个宠物 第二个 所谓经济动物就是农场动物 第三个是科学应用动物 实验动物 还有什么展演动物和其他 要分成这四大类 然后分门去管 但是接着下来 你要管就要监督 那这上面要成立一个 所谓的动物福利局 或者动物福利署 专责野生动物 经济动物 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下的动物 第二个 所谓我们动保法下的人类 换养的动物 第三个水产类的海洋 包括海洋的动物 还有就是你们很努力做出来的 其他的所谓的 什么展演动物之类的 要分成这个四个 因为他们的各个动物管的都不同 而且你现在 你是管这个 我们动保法里面的 对不对 我现在抓两个 抓两个野生动物给你 你根本不知道 它是不是叫做保育类动物 或者它有 或者瀕临灭绝的保育类动物 那 因为所有的土化条例都不同 因此把这个 通通归纳成 一个鼠或者是菊 在做动物福利的 一个促进一个管理 这样的时候 那 由他们来主管 而且所有的人 这里面所有的人 都经过非常完整的 说这个 野生动物 经济动物 野生动物 还有 还有换养动物 还有水生动物 这些的养成教育 他才知道说 哪些是不可以 哪些是可以 或者是弄到的时候 他是触犯哪一条法律 接着 我就说 在往上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组织 所以 动保警察 就可以设在这里 去协助这些公务人员 去管这些动物 不然到我们现在 好 你现在弄出一个 所谓的 宠物管理科 那我请问 农场动物怎么办 虽然现在农场动物 是有西木法在管 但是西木法是说 我促进生产 提高经济价值 因此才会有 非常密集的 集约思想 集约饲养的 这个思维管理模式出现 才会有格子龙 可以说 一天在那里面 但也不会破 会生很多的 这些 这些所谓的 科学实验 结果出现 对 那你假如说 还是继继续用这个 在管的话 根本 我不管是农场动物也好 或者是科学应用动物也好 他们的动物福利 虽然科学应用动物 科学这个应用的动物福利 我们常常去做检查 就是说 很简单啊 你继续做啊 没有人会承认啊 为什么 因为你整个过程不符合 这个实验设计条件啊 对 有这些背后 他要发表论文的 发表论文 然后被人承认的 那个先决条件 在管理他们 而且这些人基本上 都是很简单的科学家 会自我要求 那像农场动物呢 根本 我就是能赚钱就好了 又会回到 这个比较原始的 我只是为了赚钱 反正反正自己那些 他就说 我又不是一样宠物 这些是我的身材工具 所以两个法令的 中间的界限 所以说 会出现管理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在做这个时候 第一个是教育嘛 第二个就是 你管的人要懂嘛 对啊 我们最怕公务员 有一个单位 他叫什么什么管理科 然后什么管理局 什么都管不了 就什么都没有办法管 因为根本没有人 三个人怎么管 成千上万的动物 所以这些 在设计的时候 我就说 反正 反正 这个节目 我们谈过很多了 反正你们现在要修法 甚至要上线到 宪法 第一个宪法是 绝对徒劳无功 对 那接着下来 就是我们的 桌子椅子 要是不正的话 保证 保证又是歪歪的 对 再来又不知道 要怎么歪到什么程度 是 所以你是其中参议者 可以好好思考 对 对对 警长也主张 他名字叫什么什么管理吗 宠物管理 对 还是 这个不自然 我们没有去 去倡议说是什么样子的 呃 呈现的方式 但是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讲的 就是宠物业的 现在这个乱象 是非常严重的 对 所以呢 其实而且宠物真的不只是犬猫 所以呢 像是大家可以看到 像是鸟街啊 我们的定义 水族街啊 定义就讲了嘛 提供人类玩观赏或玩伴的动物 都叫宠物嘛 对啊 对不对 我捡了一只小老鹰回到家 跟他情同母子 但是 那你不能养 对 老鹰是保育类动物 没错 对 所以就是 其实宠物科 其实我们也期待 就是也可以 呃 在未来开始建立一些 呃 宠物饲养指南啊 对 哦 像是怎么养狗啊 怎么养猫啊 哦 怎么养兔子啊 鸟啊 而且现在是完全都没有 这方面的一些 guideline或指引 对 那我们一直也觉得说 这个非常重要嘛 你在提倡的是主持人 而且 我觉得要法治化 嗯 要有 要有法则 要继续的宣导 这样子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 动保案件 其实一直高居不下了 就是一直非常 越来越好啊 哦 还是很多啊 然后很多都牵扯到不当事 公然长头都 哎呦 我们在这些动保团体的 敦促努力 逼迫之下 对 我们台湾的动保意识 越来越提高哦 嗯 话是这么讲 先请指引长讲一下 元月24号 那是你们合作 破获了一个非法的繁殖场 那是很早很早 很早好不好 嗯 繁殖场最近有11月份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对在屏东 对 其实也是民众有检举给我们 对 但是年底的那件事情 年底 对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第一节会请他讲这个 但是我就讲 我讲过了嘛 我们动保法第五条 就只要分 宠物 这个 经济动物和实验动物 以及其他 嗯 因为第五条就是 是规范自主责任嘛 对 我们现在第五条整个 看起来就像只对 针对宠物嘛 对 所以只针 针对这个 但是他精神就是 合乎 合乎动物大自由 是 经指标之下 授权 授权主管机关 嗯 去制定 各种动物的 这个 这个 释养 释养管理的概念 嗯 应该是这样吧 嗯 对 所以我们 我们假如说没有办法做 就很麻烦 对 所以有关于 宠物的管理里面 很多细节 还有很多责任分工问题 我们今天等一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今天的广告 马上回来 动物保护工作 不仅仅只是关心流浪猫狗而已 而是包括了 在天空飞的 地上走的 水中游的各种动物 在专业化时代 从事任何一种物种的保育工作 都需要专业的人才 与大量的物资 长期的投入 才能显示出成效 成立一甲子的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所秉持的宗旨是 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公益 对所有善款都善尽了管理 与运用的责任 为了让协会发挥更大的功效 继续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即需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捐款专户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话播账号 01296665 或拨打均款专线 02 2704 0809 02 2704 0809 欢迎回到洞宝大小事 我是余燕 我是黄庆荣 大家发财平安 发财平安 今天的贵宾 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前面还有个台湾 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执行长 江一如 DSPCA 所以有提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对 执行长 就在过年前开了这场记者会 谈的也就是刚刚 这个黄医师所提到的 非法繁殖场 这些宠物贩卖之间的问题 来谈一下 这次屏东是 或跟高雄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是我们在去年的 11月份的时候 就有收到民众的一个检举 就说在屏东 潮州乡 对 有 潮州镇 潮州镇吗 有那个两个非法繁殖场 那当然就是 需要有明确的物证 或者是一些证据 所以就变成 我们其实的志工 就是有掌握到一些 算是卧底的画面 对 或者是 然后也有一些 直接向非法业者购买的一个 证据 所以直接我们就把所有的 我们收集到的资讯啊 证据 转交给 屏东县政府 然后呢 其实他们也非常积极 对 就是要打击非法 所以呢 当时是 有成功申请到搜索票 对 然后进入之后 就有发现 两场总够 108只的 犬只 对 然后也有母带子 然后现场发现很多 晶片啊 疫苗啊 然后针筒啊 这些 所以呢 其实这 很明显的就是 业者有自己在施打 这些药物 或者是晶片 那其实是 法规来说是违法的 如果请教一下 嗯 晶片 晶片是政府给的 还是他自己买的 呃 其实现在目前是 根本没有办法去区分 说所谓的 政府提供的 对 还是自己 因为他有号码 对 现在没有 农委会说 没有办法根据号码 知道说是 政府合发给 合法繁殖厂用的呢 还是说 受医院 有时候可能 业者就直接向受医院 或甚至是晶片厂商 就购买了 那是农委会说的 我们绝对查得出来 因为 第一个 厂商 卖出去给受医院呢 他都有登记 嗯 第二个 由政府主管机关 释出去的 也有登记 都会几号到几号 那个都有 就是有序号 因此这个部分 假如说 他这个是由受医院 受医院出去的 那么 本身 这个受医师 要不要负连带责任 对 尤其是他还有疫苗 施打疫苗 药品使用 动物用药品使用 这些通通一堆 对 对 所以其实就很严重 但是 那一下农委会的 做法是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其实 我来当 当那个 农委会中尉 不是 不是 鸡查就好了 了解 我告诉你 我们常常捡到一只狗 然后这只狗少有晶片 然后这晶片呢 然后一看是哪一家的 我们就打电话到那一家厂商去 那一家厂商会查查查 告诉我说 他们这个是给谁的 嗯 了解 然后我们再打电话到 到那一家受医院去 有一个晶片 你找谁的 就找出来了 我想官方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 比方官方查出来说 可能是高雄某寿医院 跟这件事有关 可是 呃就是 呃 这个高雄寿医院 一讲的时候 一定说 没有 我们已经怎么这样合法处理 所以政府官员就会说 啊 可能有涉嫌 可是无法证实 也就变执行长 不是 这个 这种说法了 那一定查得清楚 都是无所 就是说 就要看检调怎么查 第一个晶片是 晶片虽然是自由买卖 嗯 但是基本上 你可 可以把它列 把它变成列管的物件 嗯 对 要求 不管是公家也好 厂商也好 嗯 你 你要出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些资料 给我们 因为我们接着下来就是要做激合的工作 对 而且 事实上我们买晶片的时候 那个厂商给我们的 也是要叫我们签收 从几号到几号 都有这个表单 是 那是骗你们不懂的人 没有 应该是 应该是说 因为现在各 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系统 所以变成说是各县市都是用纸本资料去 去去查 对 然后你所以很难去勾起 我请问 系统建立 农委会能不能下令建立 有 他们现在开始在 什么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做那么久了 对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宠物 宠物登记系统 对 有没有 有 那利用这个宠物登记系统 衍生出来 这些所谓的晶片的管理 是不是就就可以了 是不做还是没有想到还是懒 应该是现在的宠灯系统 它的功能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像是这一次很特别的 是因为这家非法繁殖厂 背后其实有两家合法的繁殖厂 在帮他 对 所以它的晶片来源 应该是 就是从合法繁殖厂业者这边 所取到的 而且那么执行长 你破门而入 进入到里面看到 那么多的狗狗的时候 非法的跟合法之间 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是它 有没有狗狗太拥挤啊 或者小幼犬都还没张开眼睛 您看到了什么呢 其实里面就是都是 应该说很单调的笼子嘛 其实很残忍就是 通常这些环境都不会很好 对 然后呢 其实你看一个小小的藏里面 就你看好几十只的母狗 然后公狗 然后幼犬 然后幼犬呢 其实我们购买的那一只 其实应该才大概一个月大 一个月大 猜犬 对 然后后来呢 我们救援回来 购买回来 现在去医院 很不幸的是 过了一个月之后 它死亡 因为它的powerful 就是那个 这什么病 那个传染性的那个肠颜 对 power virus 对 那个就是 病毒性肠颜 对 所以就是变成 非法团长里面的环境 本身是个问题 会有很多传染病 然后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 它的设施非常的简陋 人力也非常的不足 对 所以都是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现况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民众买柴犬 因为它现在很夯 其实 其实 我猜一下 其实它是非法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合法的也差不多 也可以 因此这个部分 我也讲过 其实我们目前 所制定的 特定从物业者管理办法 里面所的规范的设施 是远远不足的 对 那是谁的责任 我们动保团体 一堆去开会 然后 然后笼子从什么 50公分变成60公分 然后它上个月 才换50公分的 下个月变成60公分 怎么办 尤其是这个笼子 不是它自己生产的 是要厂商 是那厂商 它又要改规模 所以这个部分是 没有一个很内行的 尤其是我们都一直 招邀宠物业者的 那个什么理事长 想要上这个节目 希望他自己现身说法 我说哪里有问题 我们互相研究 互相帮忙 然后互相体谅 然后再把这些 合适的推出去 但是他一直 不知道是忙 还是不敢来 因为他知道 我们恶名糟糟吗 不是不是 我会挖一个洞 就他跳下去 而且政府部门 有看我们的节目 就像我们 这个 江执行长一样 虽然我们同样 是动保人 但是我还是常常 挖个洞 让他跳下去 其实 对啊 其实宠物公会 应该都了解说 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 知道很多合法 在掩护非法 这个其实都知道 对 那刚才黄医师说的 的确 现在合法的繁殖厂 我第一 他必须遵守 政府的一些规范 设施里面的一些规范 但是同时呢 其实现在的所有的查核啊 评茧啊 稷查这些都要 十天前通知业者 所以呢 每一次洞警员 去到现场 要查核或评范 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 任何违法事项 真的因为其实合法的 只要知道你要来 他把他的动物先移走 对 然后通常他们背后 一定有第二个厂 第三个厂 第四个厂 甚至 因为其实依照法规来说 你的场地多大 你只能养多少只 总公总母 有规定 所以有规定 所以有限制 所以他们背后就会 赶快再来合作 其他的业者啊 或者是再设立 其他的厂 这样子 对 这个 这个最明显的是什么 是贩卖业者 每次去都看不到 里面店里面清得干干净净的 对 因为都十天前通知 但是 刚刚安静净 我们就会 这个很像 昨天晚上刚带走的 他刚刚卖掉 现在没有了 那我就会告诉 那个动保员说 今天晚上再去 是 可是你要十天前通知 对 就已经通知了 我们不是 我们评鉴 评鉴 查核 评鉴 要通知 是要十天前通知 对 但是另外一个 不定期的稽查 啊 这样是老的 也是 只是说现在呢 其实我没有 统计啦 就是全台湾 二十二个县市 其实只有 二十一点五位的 非专职人员 在负责所有的 重点啊 我就告诉他说 诚意加财 非常不足 对 所以这个很需要 民间团体来协助 因为动保的人手不足 他是必然的 其实啊 其实我就讲了 应该授权 授权那个 那个组织 自己去自律 那你让我踩到哪里 我就找你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我都把你公告 对 但是当我们节目 也要呼吁 众多的乐听人 你知道买柴犬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像那只团 买所有的狗都一样 对所以在指引长再讲一下 就是在拥挤的环境 生出来的可爱的小幼犬 他为什么离病率是这么高的 还有很多的名牌品种 我看到我很多朋友 他们去收养回来的 有的从小就被虐待的 民狗 或者是有的就很小的时候 就跟妈妈离开的 这些都是经过不当的饲养 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像是很多这种非法繁殖场 应该现在因为业者 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是之前更多的就是一些 可能近亲繁殖 所以会产生出一些 基因上面的一些疾病也好 对或者是 不良遗传的问题 对不良遗传的这些 但是像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传染病 当然第一本身 他的环境就是不好 他的资源 他没有业者没有投入资源 或者是金钱去让这个繁殖场 你刚说有一些 不是不是不是 人不畏才 他不是没有投入 第一个是 他觉得这个好赚 因为我 好赚 降低成本 我自己快兽医院 你知道 常常有那个市主说 以前 三十多年 黄医生我请问你 我这两只能不能繁殖 当作副业 是以前 那现在慢慢的就是 第一个 他没有那么多的成本 但是第二个呢 说老实话 因为他不懂 没有人帮助 所以我们 我们是不是要这些 要善尽协助他改善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能力 当作资源 就协助他 对 因为现在很多业者 还是把动物当成一个 身材工具 然后不是生命 所以其实为什么合法 也会跟非法合作 原因是 他其实这样子合作 他可以降低他的成本 饲养成本 我可以从你那边买 买几只小狗来我这边卖 我是合法 不是非法 对啊 而且这只是说 我只是家庭副业 我又不是要开反制厂 我只是我家的狗狗 有的爱的接近 现在是不行了 因为这里面出现最最大 对大抵抗力的就是真的业者 我们要是也就是严格执行的时候 他们变得说 他们便宜的这些来源 被这个断掉了 对 所以他想办法抵制 不然的话 他随时可以到你那边去 这只狗三千五千 我去卖三万 就这样 那么要请教执行长 你们在现场发现了 不只有没有开眼的幼犬 还发现了针筒和催产素 什么是催产素呢 那那只母狗 就是这样子一直被打针 不断的生小孩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在生小狗的时候 万一难产 或者是生产比较不顺 打催产素 Oxytoxin 打下去以后 他子宫会说说 就赶快把他排去生出来 了解 所以现场有受医师吗 那不是没有受医师 也可以打这个吗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租场机场 有非常多的打疫苗 是不是照规矩要受医师 但是现在很多都是自己在打 对 那是不是合法 所以因此在这里面 一个我们说 因为果不多 预防注射 还有治疗 是不是要有受医师来协助 这样的话 对治疗的成果之类的会比较好 是 所以真的很不简单 这一次 这个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就去破获了这么严重的一个案例 他不只是破获这个很多 是 每年都一直在不断的过门而入 我们下一节请大家好好谈 是 我就不察觉了 我们今天的贵宾是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执行长江一如 有太多要做的事情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今天的广告 马上回来 动物保护工作不仅仅只是关心流浪猫狗而已 而是包括了在天空飞的 地上走的 水中游的各种动物 在专业化时代 从事任何一种物种的保育工作 都需要专业的人才与大量的物资 长期的投入才能显示出成效 成立于甲子的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所秉持的宗旨是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公益 对所有善款都善尽了管理与运用的责任 为了让协会发挥更大的功效 继续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即需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捐款专户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 话播账号01296665 或拨打捐款专线 02 2704 0809 02 2704 0809 欢迎回到动宝大小事 我是余燕 我是黄信荣 大家平安发财 今天我们的台湾防止专业 动物协会执行长江一如 他刚刚就讲的这个个案 那么我的疑问就是 我们能不能让人民都不要去买这一些的 这非法繁殖的猫啊或狗啊或任何的宠物呢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耶香请教执行长说 现在这种的案件是不是还是很多 你们是不是接到的检举案比之前还多呢 如果是有关于非法繁殖买卖场所的话 其实检举一直都就是每年都会进来啦 就是几件这样子像是光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应该就有二三十件 对但是就是说证据非常重要啦 对所以都还在处理当中 那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鼓励的就是 嗯现在一般消费者非常难去知道是否他从合法 从物店购买的权支是真的合法 对还是有可能来自于非法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对非常难去知道 他应该跟我说说的法 所以所以我我这个在这边在我们节目里面一直主张说 我们要把宠物店宠物贩卖店消灭掉 嗯好但是我们很难吧 不是我们我们不消灭宠物贩卖 嗯你要买宠物宠物的人直接到繁殖场 对好去 你可以看到他的场地好不好 他的环境卫生好不好 房地好不好 看到他的妈妈阿公阿嬷 对他的爸爸妈妈主席 还有在那边因为有这些在一起 因此他的社会化程度会比较好 嗯才不会回去养一养和咬你 嗯所以我我这边我还是要公然的公然的说 我们这个从这个买这个 我们要消费大众哈 第一个不要买太小的啊 不要买太小的我们都喜欢买那个一个月 我们都以为是这样说他才购门亲刚刚眼睛睁开就看到我以为我是他妈这样 不是这样那眼睛睁开是七天 所以看到他妈已经太久了 那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你本身我们一个他买太小 嗯第二个呢太小就很容易染病 第三个都在宠物店 嗯宠物店是一个最最杂的地方 嗯 他们上上一次才才开开一个记者会去去这个讲对目前宠物店的寿司 所以还是要赶快赶快请他 警长讲一下 对因为这次的案件之后我们是24号开一场记者会 其实我们在诉求的就是像一个叫做太阳法案 因为其实这支幼泉我们购买回来的这支过世的这支 他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取名他叫太阳 但很不幸的就是他过世之后 其实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我们不希望这个悲剧一直在重演了 嗯因为非法凡事实上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 N年了 我知道我认识你开始到现在 对所以应该也有12年了 对所以 你从豆河上去你就认得了 有有我们成立12年 他刚是跳出江湖就就就就领教他了 对所以太阳法案当中其实一个重点就像黄医师说的 其实我们希望可以不要再有这种橱窗式的贩售行为 因为其实第一有些民众是冲动性的 他看到经过然后看到橱窗里面有一个动物是冲动性的购买 那再像是国外像是英国还有其他国家 加拿大美国一些城市都已经开始禁止所谓的第三方的销售 也就是宠物店 应该是鼓励消费者直接向合法的繁殖场购买 因为这样子消费者也可以理解说 这个环境是怎么样子 他愿不愿意从这种场所购买 然后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我们通宝团体也不是说要全部废除所有商业行为 并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希望这个产业可以越来越好 也要让民众说他购买到的宠物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最重要 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去找到合法的宠物繁殖场 所以是不是我们协会可以公布 政府有 政府有网站上有公布 对其实就是从政府的网站上面是可以去搜寻的 只是说现在的 其实一份是合法繁殖场 其实基本上一般民众也不会直接向繁殖场购买 都是透过宠物店 繁殖场有一些都是在比较偏僻 比较偏远的 中南部最多 对所以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是不是我们电视跑马 开始在上面跑 以下春节期间想买猫狗的 洗到以下的动物繁殖场 春节期间有钱不要买猫狗 他回去吃太油又拉肚子 是 而且一般可能合法繁殖场也不会愿意贩售给一般消费者 不是这里面有一个麻烦的 因为我们有定了所谓的定型化契约 但是定型化契约 我想从你的实际上工作 谁都不能保护 也不能保护消费者 也不能保护那个贩卖者 那在这里面 因为他是活的 一般的 一般的繁殖场是说 我二十只卖给你 钱算一算 放在我口袋 OK 那以后出事情 你导致的事情 所以他不愿意说 让这个消费者直接到我厂里来 然后看一个后患 常常后患无穷 第二个呢 是不是他的防疫措施要没有做好的话 是不是会把传染病带进来 之类的 还有人进人出 真正在所谓的生产哺乳的 这个母兽 母狗或母猫 是一个骚扰的因子 所以因此我们的设施 我们的设施 标准要重新制定过 那执行长怎么看呢 因为这个寄生蛋诞生剂的问题 而且人未才死 如果你跟他说 他是财女 我不是 我是像那个火烧干一样 外表很土 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 的确像黄医师说 我觉得设施的这个标准 必须越来越 要合乎我们的动物福利 要足够他们的需求 生理生理 心理的那些需求 没错 像是国外我就有看过一些 很多繁殖场 其实他的设施是蛮好的 就是他还有 真的是会每天固定的 让这些动物出来放风 运动 然后社会化 所以 我是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台湾的叶子 不愿意 或者是做不到 那当然就是 我觉得现在从法来看的话 这个设施的这些要求 我觉得是可以再更进步的 我这里要小小抱怨一下 我们的土地使用 这个土地分析使用规范 把我们的土地管得太迟 因此这些业者 这些繁殖业者也好 或者是寄养业者 想要合法 但是因为这些设施 通通都要说 哪里要做运动场 哪里要做牡犬舍 哪里要做社交房 义音室什么之类的 通通都要规范 难度很高 这样合法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因为我们的土地使用规范 整个把它卡死 而且无解 到现在为止无解 所以从这里说 我们是不是要管人民之前 政府先把他扮演 他该扮演的角色 帮人民先解决问题 对去想办法让他 我要管你 你来申请 我这些都在这里等你 不是说像我是冲了半天 结果搞了很多年 然后搞到说 好啊 等我死掉以后 在阴魂禅里面好了 不要这样说 今天大过年的 但是要请教执行长 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只要鼓励民众多检举 到检举之后 可能你们会比较辛苦 那你们一个月的检举还有多久 那民众如果我检举 隔壁这个原来每天都在非法繁殖 狗狗或猫咪 让我看不顺眼 我检举成功了之后 我可不可以拿到奖金呢 对有些县市是有检举奖金的 那像是我们 如果是以照协会的收件量吧 就是报案量 每个月现在是新进了 就大概五六十个 这么多 不只是非法繁殖上 其实很多就是动保案件 看不爽你 看不爽我就检举你 这么多 有很多 因为你昨天晚上骂了你们家的猫 吵到我睡觉 没啦 很多都是所谓不当饲养的 大多数 大多数是这样子 所以我才刚才说 事主责任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现在普遍我们协会 收到的案件 应该吧 就是大多数都是不当饲养 对我在那个面殿 每次都看到那只狗狗就被酸 这样子这么短的绳子 我已经一次两次跟那个事主讲了 我经过就跟他说 你这样是违反动保法咯 要不然你要看我们节目等等 但是隔一段时间 我又看到他是在那边 我就很挣扎 因为我怕我去检举了之后 他就弃养那只小狗 对或者是他就虐待那只小狗 所以我不知道应该要如何 才能拯救那只小狗 所以我就说我们我们的所谓 事主责任教育 不我们过去都都一个都学校 但是很重要的社区教育 这个部分应该大大加强 而且社区教育要结合什么 结合民意代表现议员 然后由他们来召集 然后他们的信众 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对所以这次你也跟屏东的市议员 陈丽娜办公室合作 对不对 就破获了非法繁殖 那么这样的这个检举人 他可以拿到多少奖金呢 他们没有 我们对这个陈丽娜议员是高雄市 我们另外一间繁殖厂 对也是去年又有一间 然后在小港区 然后这一间是数量比较少 但是他算是有一种 像是家庭繁殖厂的那一种 他就养在公寓的那个顶楼 对然后全部都是贵宾 很不小心卖国被里面抓到 哦没有 他是在里面繁殖 我们也是受到民众的检举 就可能听到楼上很多 高雄有有奖金吗 我向你报告 我向你报告 全台湾中华民国的动保法里面 就有制定检举奖金60%以上 但是有的县市 对不起他就没有编 他可能没有预算 台北市有编这个吗 有有有 那桃园也有吧 有但是他说 六都比较有钱 他编列的依算领完为止 所以这里面只要一个大托的 25条 25条之一 只要是检举成立的话 就足够一次把它领光 25条之一的罚款金额大概多少 那个那个都是什么100万 100到300 200到500 这么金额这么高 百分之60 但是但是不要高兴 100万我就分到60万可以买台车 不要高兴 因为这个钱 我刚刚讲过 因为这个钱是缴 说归国库 缴到国库 不是地方政府的钱 了解 因此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这个钱 那他永远不会给你付款奖金了 所以所以我就是当时制定的时候 大家呱呱呱 我开会的时候 我说大家要注意 华金和华环 华金是给政府法院系统的 你根本一毛钱都拿不到 华环呢 给行政体系 华了以后能不能收到再说 但是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常说我们法律很好 制定了 但是有没有想到后面 因为曾经有 有那个我们政府的那个 讨在公司 行政执行处 找我去 说哪一个地方 所以他要 他那个地方政府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卖狗的繁殖场的狗 通通没收 我只有问他 我只有一句话问他 你们有没有管理的能力 你要是有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所知道的 你们自己公家的收容所 都有问题 万一这些狗进去以后 死掉了你们负责吗 执行长怎么看呢 那在一个月如果69案件里面 你们的协会如何附和 如何去能够成功的破获 这么多的非法繁殖场呢 对 因为必须说我们业务量真的很重 等一下 我要稍微广告一下 TSPCA 台湾房子内的动物协会 因为在于要需要很多的 志工 很多的人员 然后很大量的经费 所以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大家来支持这个协会 那我要怎么支持 要怎么支持呢 监管啊 或者是报名啊 其实我们在找各县市的志工 对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案件来源 是全台湾各县市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 过完年 我们现在人 调查人力才会到七位 才七个 才七个 对 很少很少 我还以为你们现在有七百个 Oh no no 调查人力是七位 所以就是要负责全台湾 这个民众会报给我们的案件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 就是呼吁民众 如果有发现 其实是可以向地方政府去检举的 对 那当然协会 有些人会选择检举给协会 是因为 检举的时候 检举的时候 我再稍微查一下 人是实地物 这五个 你要兼备 而且最好有影片 对 要有一些照片或影片 有证据 要证据 对 会比较快 就是让我们处理的快速一些 对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警长江宜如 好辛苦 要光是一个月六十个案件 七个人怎么查 他做的我做不到 是 而且 这个要有强大的热情 才能够一起共同来改变我们的社会 大家都很有爱心 大家都喜欢 猫咪啊狗狗 但是我们何妨一起让动物福利更加促进 今天真的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所有的猫咪啊狗狗所有的宠物都跟我们人一样 过着happy的日子 谢谢 对啊 但我们的节目可以在podcast 还有 听说刚刚那个出音叫做 我是念 Four Story Four Story 还有 YouTube Facebook 就是Apple 对 Apple 还有Google的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 然后我们协会的脸书 是 还有这个 中华民国 保护动物协会脸书 然后我们广播公司的YouTube 是 我们一个是应付没时间看的 车上可以听 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动物保护 今天谢谢大家收听 新年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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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